相信大家都看过这张标准斜拔子脸的肖像画 对了 这就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上出现的 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长相 这画像上的朱元璋啊 长的是尖嘴猴三 标准打血的一个丑字 在其他的一些历史类书籍里 朱元璋的画像也是辣眼睛 朱元璋长得真是这样吗 丑的就这么骨骼轻奇难以入眼吗 还真不是 实际上朱元璋不仅不丑 还有点小帅 我们今天普遍了解的朱元璋的长相 就是这样一张扭曲的斜拔子脸 但正所谓娘措措一个 爹措措一窝啊 丑可是一种强势基因呢 如果朱元璋真长得这么丑 那他的子孙后代应该也不会好看 但奇怪的是 他的子孙后代居然都长得还不错 比如他的儿子朱棣 再比如他的孙子朱允文 还有他的七世孙朱又称 我们发现朱元璋子孙后代的画像 从明成祖朱棣开始 个个都是方面大耳 一直到了朱元璋孙子的孙子朱祁镇这一辈 都是头大而圆的长相 由此可以看出老朱家圆脸大脑袋的基因确实很强大 由此倒推朱元璋本人也应该是这种圆脸大脑袋的福奇像 而不是尖嘴猴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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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 一张中年一张晚年 那这两张画像高度相似 可见画师参照的 应该是朱元璋在不同时期的长相 如果朱元璋的长相并不是这样 画师是很难做到 把两个年龄阶段的画像都伪造得天衣无缝的 所以民间流传的斜靶子脸的朱元璋画像 极大可能是后期的清朝 为了丑化明朝而伪造出来的 因为不少朱元璋斜靶子脸画像中的服饰 都体现出很明显的清代服装特点 比如这张画像 朱元璋帽子上的那块白色帽正 就是典型的清代特征 又比如这张画像 朱元璋的衣服领口也是典型的广字领 这样的衣服在明朝初期同样是没有的 由此可见 现在民间流传的那些斜靶子脸的肖像画 绝不可能诞生在朱元璋的时代 应该是清朝为了丑化明朝而伪造的 但今天咱们且不管朱元璋长得帅还是丑 咱们来说说朱元璋这个人 朱元璋标准的苦孩子出身 苦的啥程度呢 他们家是标准的三代贫农 穷到连个正儿八经的名字都没有 他的高祖叫做朱百六 曾祖叫做朱四九 祖父叫做朱初一 他爹叫做朱五四 那到了他这一辈啊 他在家族兄弟里排行老八 所以叫做朱崇八 诈一听啊 有点书香门第的味道 一家子好像都是研究数学的 其实啊 那在元朝的时候 如果老百姓没有当官或者上学 是不配有个名字的 只能用父母年龄相加 或者是出生的日期来命名 所以大家知道了 朱元璋一开始不叫朱元璋 而是叫做朱崇八 到了朱崇八十六岁这一年 也就是元朝的治政三年 即公元1343年 他的家乡安徽凤阳发生了大旱灾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又闹了蝗灾和严重的瘟疫 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 朱崇八的父亲大哥和母亲先后去世 他是家破人亡啊 家里就只剩下了自己和二哥 兄弟俩没钱给父母买棺材 甚至连块埋葬亲人的土地也没有 你说惨不惨呢 还好他的邻居刘济祖给了他们一块坟地 那就这样兄弟二人找了几件破衣服 包裹好尸体 把父母就安葬在了刘家的土地上 随后这为了活命 朱崇八就与他的二哥大嫂和侄子 被迫分开是各自逃生啊 可以说对于朱崇八而言 别人眼中的美好的童年 放到他身上就是一个字 惨 那这以后的朱崇八为了活命就来到黄爵寺做了和尚 喂的呢就是能有口吃的 但是没过多久寺庙里也没有吃的了 这住持啊就打发和尚们出去云游画园 那就这样年仅17岁的朱元璋又离开了寺院 是到处流浪啊 到了治政十一年 也就是一三五一年的五月 韩山童刘福通在影州揭竿而起 士兵们投过红金号称红金军 并推举韩山童为名王 接着各地纷纷响应 第二年的正月十一日 定远县的土豪郭子兴 联合孙德亚等人骑兵 数万百姓群起而响应 二月二十七日 起义军就攻下了豪州 郭子兴自称元帅 并且把豪州作为了自己的根据地 这个时候 朱崇八收到发孝贪河的来信 邀请他参加郭子兴的义军 于是呢 朱崇八就在二十五岁的这一年 投奔了郭子兴的红金军 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 朱崇八入伍以后 他作战勇敢 机智灵活 关键时当了几年和尚 念了几年 所以他还粗通文末 很快就得到了郭子兴的赏识 于是郭子兴把朱崇八调到帅府当差 任命他为亲兵九夫长 还把他视为心腹知己 有重要的事情总是和他商量 这还不算 郭子兴还把自己的养女马氏 嫁给了朱崇八 这以后军中都改称他为朱公子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 他改名叫做朱元璋 据明太祖石禄解释 张是一种带斜尖的玉石 朱元璋就是朱灭元朝的锐利玉器 打这以后 朱崇八就成了我们二叔能详的朱元璋了 到了1355年 郭子兴病逝了 朱元璋此时不甘心受制于小明王韩林 而于是奉行 晖州谋士朱生提出的 高筑强广基梁缓城王的策略 同时秘密扩张自己的实力 到了1361年 朱元璋已经拥有了十万兵马 但他的地盘仍然不大 而且四面受敌 东面和南面是援军 东南是张世成 西面是徐授辉 不过当时小明王刘福通率领的红金军主力 大大牵制了援军 而且张世成徐授辉的力量 还不足以兼并朱元璋 这样一来 朱元璋暂时面临着 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到了1360年 刘伯温被朱元璋请到了应天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他任命刘伯温做自己的军师 刘伯温针对当时的形势 向朱元璋提出了 避免两线作战各个击破的策略 同时还严明军纪争取民心 在这段时期 朱元璋还不断网络人才 特别是知识分子 他在应天还专门修建了 李贤管来接待他们 后来这些人在朱元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时的朱元璋势力逐渐强大起来 到了1364年 朱元璋就消灭了陈友亮 紧接着在1366年 朱元璋又发动了统一江南的平江之战 短短的一年时间 朱元璋就在平江 也就是今天的苏州 消灭了张世成 随后朱元璋又任命汤河为征南将军 消灭了割据浙东多年的军阀方国珍 这以后朱元璋把目光转向了 盘踞在北方的元朝残余势力 1367年10月21日 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征鲁大将军 常遇春为副将 率军25万北进中原 同时发布 与中原习 习文中提出了驱逐葫芦 恢复中华立冈臣级旧地斯民的纲领 以此赶召北方人民起来反抗元朝 此后北伐大军暗计而行 徐达率兵先去山东 在西境攻下汴梁 然后挥师同关 朱元璋也到达汴梁坐镇指挥 到了1368年的正月初四 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国号大明 年号洪武 此时的朱元璋经过16年的艰苦创业 终于建立了大明王朝 完成了自己从一个讨饭的和尚 到开国君王的华丽变身 在中国的历代开国皇帝中 朱元璋是最穷出身最低 文化水平也不高的皇帝 他出身贫寒 一家子连个战儿八经的名字都没有 而且为了生存 他还当过和尚和乞丐 这从小的艰难经历 铸就了他传奇的一生 也正因如此 朱元璋很接地气 他不断架子说话也很随意 甚至于写圣旨都那么随性 他经常在圣旨中自称我而不是朕 比如 如今天下太平了也 只是户口不明白了 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 都叫去各州县里 下着绕地里去典户比堪和 比着的便是好百姓 比不着的便拿来挫军 那这段话是朱元璋下诏 要求清查户口的文章 每句话仿佛都是邻居大爷 操着浓浓的香音和你聊天的画风 但是在我们今天大多数人的印象中 朱元璋是一个残忍 试杀屠戮功臣的皇帝 而且还发明了各种酷刑 什么剥皮喧草 销首越族 似乎朱元璋就是暴君的代名词 但其实我们都冤枉朱元璋了 历史上的朱元璋是很严苛 但那是对贪官污吏乱臣贼子的严苛 朱元璋对普通百姓非但不严苛 而且很仁慈 作为根正苗红的农民子弟 朱元璋深知百姓生活之艰难 所以从小对贪官污吏就深恶痛绝 以至于他当了皇帝后 对贪官污吏的整治 绝不心慈手软 红武十九年嘉定县民郭玄二 因受当地县力起舞 便和人一起手持大告 进京告状 两人路过重化阵时 遭到了当地巡检官何天冠 和工兵马德旺的刁难 马德旺不仅讥讽他们见不到皇帝 还逼迫他们把路费交出来 朱元璋得知郭玄二两人的遭遇后 不禁大怒下令将工兵马德旺 销首示众 巡检官何天冠 被阅族代加示众并下旨 今后敢有如此者罪易如知 所以说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的残暴 正是对普通百姓的仁慈 有人说朱元璋屠戮功臣 但其实朱元璋登基之后 他是善待功臣的 还给他们封官家绝 问题在于 这些开国功臣在得了天下之后 腐败的速度比跑步还快啊 他们贪赃王法鱼肉 百姓横行相礼更有甚者 部分功臣甚至结党擅权排斥一己 一度威胁到了皇权 胡维庸案就是如此 红武六年七月 胡维庸在左丞相李善长的举荐下 担任右丞相 四年后李善长告老还乡 胡维庸被升任左丞相 胡维庸在任职期间 结党隐私排斥一己 势力不断膨胀 刘伯文就因向朱元璋直言 胡维庸不意入相 而遭到胡维庸的记恨 甚至因此被隔去碎路 更加出格的是 胡维庸为相期间 独断专行诸多重大案件 不向朱元璋请示 就擅自处理 他不仅利用职务 实行宰相专权 并且萌生谋逆之心 这严重威胁到了朱元璋的权力 和国家的发展 因于此 红武十三年 朱元璋以擅权王法之罪 诛杀了胡维庸及其党羽 以稳定朝纲供固大明江山 朱元璋有一首诗 血压枝头低 遂地不着泥 一朝红日出 依旧于天齐 他岂于威莫 百折千南 失之不渝 终于驱逐打鲁 恢复中华 他生于乡野 长辩艰辛 因此深度同情 底层的穷苦百姓 这才有了对贪官污吏的恨之入骨 严刑俊法 他不是一个玩人 更不是一个圣人 但他是一个英雄 一个出身底层的开国雄主 正如清代史学家孟森说的 匹夫启事 无凭借微禀之贤 为民除暴 无欲亏神器之意 自始皇以来 德国政者为汉与民 这段话可以说是对朱元璋一生 最好的注解